由资深命理师廖美燃老师带领的 莲花观音店慈善爱心服务团队一行30人 从伊兰集合搭乘游览车 宋爱到华联黎明教养院 捐赠上款100万及218箱教养照顾所需的物资 支持心智障碍服务 帮助心智障碍者自利益人 捐赠一次场面关心 廖美燃老师指示表示 港岸黎明教养院老师们的爱心 有许多心智障碍者因无生活治理能力 家庭照顾者也未能达到陪伴他们一辈子 所以需要一个完善的服务团体来支持照顾 透过捐赠上款以及物资的捐赠 就是在支持每个心智障碍家庭的生命迈向黎明 迎接希望以及光芒 廖美燃表示 几年前来到黎明教养院 就深深感受到院内爱的氛围以及感动 感受到这里是被上帝祝福的地方 当时自己就祈祝 在莲华观音店落成以后 就一定要好好履行人生的第二个使命 把爱送出去 让每个人身上的光 这些光来自于爱 要把这些爱送出去 去年呢我们有发起这个爱心活动 然后我们就是非常开心 有一些善心人士非常踊跃 那当然我们去年来这边 黎明教养院非常的感动 然后让院方呢的为院生的付出 让我们想再一次来帮院生 就是说院方有需要什么样的物资 还有资金 我们就是从莲华观音店来募款 那也感谢善心人士 这一次很踊跃 我们去年有95箱的物资 今年我们募集到了218箱 包括300多斤的米 很多的这一些物资的需要 我们都有比去年还要倍增 那今年我们也募款到了 100万的新台币 这一些善款 我们都全数来捐给我们的 黎明教养院 那因为黎明教养院也是一个 花莲一个很有爱的机构 那虽然就是说我们远在 这个梅花湖东三乡 但是我们莲华观音店观世音菩萨 还是希望我们不管多远 我们都要把这个善心送到 这个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 黎明教养院执行长梁贵华表示 很感谢联合观音店 慈善爱心服务团队 给予经费以及物资 多达218箱的物资 对黎明教养院使莫大的帮助 其实我们结缘是在八年前 由美兰老师为我们的向阳园 捐赠立志往事之后 其实在这几年当中 陆陆续续其实美兰老师 她非常有爱心 而且这个爱心 她也很希望能够持续 一直延续下去 让我们弱势团体 针对在每一年 可能我们都会针对物资 或者是在我们的营运上面 尤其像现在我们 教养院这边 大部分照顾的是重度 跟极重度的孩子 那所以在照顾的能量上面 很需要在不管是经费上面 跟物资上面的资源 所以真的也很谢谢 连华观音店爱心服务团队 给我们在岁末年中的时候 给我们这样子的支持 华林林明教育院表示 再次感谢人美 新美的廖门老师 因为一个人的初心 会几成爱的暖流 但愿这份暖流 能够感动更多社会大众 一起支持 林明教育院新智障碍 整合转协服务 爱心专线 038321280 记得节目 欢迎欢迎收到